大家好,我是Dan 韩国有着20万订阅的宠物YouTube频道 Samoed Tico 2022年11月 因狗狗离世而宣布停更了 但是最近这个频道 上传了一个标题为 我的狗狗回来了的影片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该频道主在影片中表示 即使和Tico快乐的生活 也一直害怕即将到来的告别 在看到可以复制狗狗的新闻后 我就想如果有一天要和Tico分别 我会选择复制 他接着表示 Tico离开后 因为会想到与Tico散步的回忆 我很难走出家门 留在家里也会想起他 所以也去了海外旅游 与此同时 我委托的Tico复制工作正在进行 现在Tico已两只狗诞生了 他们三个月大时来到我这里 现在正在健康成长 在韩国 宠物复制还很陌生 我希望通过我 有人会了解宠物复制 也希望其他人能克服丧尸宠物症候群 频道主也留下了 他委托复制的公司网站 这个影片马上就引起了热烈讨论 有些网友表示 理解并支持频道主的决定 但也有很多网友们对 宠物复制表示反感 面对争议 频道主再次发文解释 我并不把复制的Tico和原来的Tico同等看待 我非常珍爱和爱护Tico这个名字 所以只是沿用了这个名字而已 现在我每天早上起床时 也会先向Tico的骨灰盒致意 但是因为有媒体报道过 复制狗狗的过程是 要先从想要复制的动物身上取出吸泡盒 再取出另一只狗的卵子 去除其遗传物质 再将在取出的体吸泡盒放入这个空卵子中 制造出拥有相同遗传基因的受精卵 最后将其置入另一只带领母狗体内 让它怀孕和分娩 也就是说为了一只复制狗 需要从很多其他母狗中提取大量卵子 另外也需要怀孕和分娩的狗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为了缓解自己的抑郁而牺牲那么多生命 搞不懂在道德和伦理上是否是正确的行为 看到它还给复制的狗狗起名叫Tico 我不仅怀疑这是否真的是因为想念这只狗 还是只是因为不想放弃YouTube的收入 我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市场存在 觉得太令人作恶 不道德不合常理 完全无法理解 复制并不意味着那些回忆会随着复制狗一起来 这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私而已 在我的常识里根本无法理解 宠物狗死了 因为太难过所以选择复制 那如果自己的孩子死了 也会因为难过就复制吗 不是说宠物狗也是家人 难道在家人死前就先会去复制吗 这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满足而养的玩具而已 这项技术本来就是为了让一位宠物主快乐 而进行超过十只健康的狗狗腹部手术 以取出卵子 并将这些卵子置入特定品种狗的子宫中进行 那些被剖腹的狗狗们 手术后去向何处 如果复制狗令人不满意会怎样处理 我猜测这个频道主也无法坦率的解释 我真的很担心 再次遇见Tico这样的措辞 突然的离别对Tico的主人来说 一定是巨大的冲击和痛苦 但我担心透过复制来克服这种痛苦 是否真的是好事 虽然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我尊重这个决定 但我还是担心 将来是不是有很多人会用复制来克服死亡 再怎么说Tico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很特别 你说你不会把死去的Tico 和新的Tico视为同一个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坚持使用相同的名字 不清楚是名字Tico本身特别 还是曾经的宠物狗Tico特别 如果你因为丧失宠物症候群而感到痛苦 甚至进行了复制 你真的能说不把他们视为同一个吗 我怀疑你只是在避免面对真相 悲伤和抑郁应该透过心理咨询来解决 而不是选择复制 为了缓解寂寞 选择受养另一只狗虽然也有些矛盾 但作为一个养过宠物狗的人 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为了自己的寂寞和丧失感选择复制 这真的是必要的吗 这和对待一个生命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把他换成人的话 就太可怕了 然后也有少数这样的留言 这本来就是合法进行的事情啊 不管是有多少只狗死去 那些狗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养的 为什么要谈论道德问题 如果这样的话 那些吃狗肉的人吃牛肉的人是什么 那些动物也是因为我们的食欲 而每天都有数十到数百只被杀的 对于宠物狗的复制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有点 понрав